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竞争谭松韵的时候 王立新直接贴脸开大 说出了许凯人尽皆知的一个点 很胆小 许凯在表白谭松韵 你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女霸总 王立新更是直接透露 不是哦 因为你明天还要跟于书星接着录制这个节目 直接就贴脸开大 不得不说 最近许凯的作品是真不少 所以合作的女演员也多 后续跟谭松韵的默契 小甜蜜都有 虽然时不时王立新会跳出来 但是俱轩该有的效果还是出来了 只能说 两人不像吴磊赵金麦那么甜蜜像 但是也仅限于合作过一部剧的普通同事 而在新一期的你好星期六节目中 于书星也跟徐凯来拒宣 但是从开头就发现 这两人好像比较熟悉 坑对方也是毫不犹豫 这期节目首先一上来 就让嘉宾挑选两位最想让他们接受 爱的抱抱 惩罚的人选 徐凯和于书星作为这一期的主要宣传对象 所以嘉宾主要选择对象就是他俩 徐凯投完之后还跟于书星说 我没投你 于书星也表示 我肯定不会投你的 结果后面扬笛一盘 当场打脸 两人互相坑彼此 互相投 不负众望 两人最后是票数最多的 也自动成为一队 只能等游戏赢了 再往队伍家人进来 中间有一个游戏环节 是需要女方才在男方角上过止压板 并且把两人脖子上的呼拉圈挂到杆子上 看了前面复星伯公主抱万鹏的做法 场下的于书星就对徐凯说 等一下我们就直接点脚 把呼拉圈套上去 这边于书星出谋画策 那边徐凯直接回了一句 你好无聊 没想到于书星这个想法 成为了他后面的噩梦 后面两人真的用了这个方法 要说徐凯公主抱于书星是没问题的 但是于书星不想要被公主抱 觉得只要两人点脚一下就能够到 结果他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一起 点脚的时候踩着徐凯的脚趾头 这也让本来就疼的徐凯更加疼 毕竟一整只脚跟脚趾头用力在止压板上 哪个疼很明显 看到这一幕真的很想笑 一个拼命在那点脚想要完成任务 一个一直在喊疼 等下去之后 于书星还先投诉徐凯 一直在他耳边喊 他的耳朵都快受不了了 还说早知道就让他当在下面被踩的那个人了 不停调侃徐凯 这也是两人关系好 不然也不会这么不客气 还有一个猜女生生气心思的环节也很逗 两人答案不一样 但是于书星抢着回答又错了 一旁徐凯一直想阻止又很无奈的表情 就很搞笑 王立新 这位与谭松韵私交甚密的老朋友 是徐凯无法忽视的不定时炸弹 他与谭松韵同为影视圈的资深前辈 有着深厚的默契和感情 徐凯曾在节目前通过王立新的微博了解到 他们已经认识了20年以上 在互相提问环节中 徐凯出了一道看似完美的问题 如果遇到危险 你会选择我还是王立新保护 原本是像谭松韵示好的黄金机会 却因为王立新的一句调侃而变得尴尬起来 他犀利地指出了 徐凯在密室大逃脱中的糟糕表现 让徐凯瞬间无言以对 只能求助于主持人何来化解 原来 这个节目曾经揭示了徐凯的不道德和胆小 让他在观众面前丢脸 王立新还嘲笑徐凯 说他与谭松韵合作的机会很少 根本不懂他的为人 更让他烦恼的是 他在节目录制初期就收到了谭松韵的私信 警告他要注意王立新的陷阱 王立新在谭松韵心中的地位无可替代 他想要获得更多的认可还需努力 而在一场比赛中 谭松韵和王立新与徐凯和小丁对决 不料王立新不仅输得很惨 还对丁晨兴的精准度和力量赞不绝口 甚至说出一句不雅的黄腔 让谭松韵十分尴尬 赶紧捂住他的嘴 谭松韵一直注重仪表 很少在公众场合失态 王立新的帅真和大胆 无疑让丁晨兴和谭松韵都有些尴尬 谭松韵虽然尴尬 但还是巧妙地用笑演示过去 而王立新更是大胆地公开了自己的想法 让现场气氛更加紧张 作为与两位男嘉宾同台的女性 谭松韵的心情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 王立新称谭松韵曾是他的 最好的我们 对于王立新来说 他对谭松韵的了解却深入得多 在最好的我们这部青春偶像剧中 他们曾合作过 分别扮演一对搞笑的暧昧情侣 王立新饰演男二号 陆新和对女主角耿耿 深深地爱着 但是始终无法打动他的心 原本计划让一线小花蛋白香出演女主角 但由于当期问题 他无法参与 节目组在关键时刻听说 谭松韵对青春风格有浓厚的兴趣 便紧急召开了会议 决定由他接替出演女主角 一个决定 既提升了剧集的知名度 也使得王立新和谭松韵的关系 更上一层楼 多年后的重逢 王立新依然我行我素 视谭松韵为唯一 把徐凯和其他女嘉宾聚之门外 经典台词 耿耿 陆新和永远守护最好的你 被王立新生动演绎 瞬间点燃现场 谭松韵回忆起剧中感情经历 羞涩的脸庞洋溢着感动的泪水 徐凯面对搭档的眼泪 只能束手无策 无法阻挡 王立新对谭松韵的熟悉程度可谓入微 无论是游戏环节还是颁奖典礼 他都能轻易回忆起 谭松韵多年来的演艺经历 这一切都让徐凯自愧不如 也让谭松韵对这位老朋友充满感激之情 节目中 谭松韵、蔡文静、李雪芹化身总裁 经验登场 他们需在男嘉宾中挑选一位能力优秀 且最适合自己的员工搭档完成挑战 以争取获得模拟上市的资格 而未被选择的两位男嘉宾则自行组队 每轮游戏结束后 男嘉宾们有机会交换位置 组成新队伍 选人环节开始 两位男嘉宾依次对一位总裁进行提问 总裁需做出选择 未被选择者需减去自己面前的绳子 每个人面前都有四根绳子 其中一根连接着头顶的气球 若选中让头顶的气球 爆开则本轮落选 为了展现男友力 许凯率先对谭松韵发问 道 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人陪你走夜路 你会选谁 这本是浪漫且甜蜜的问题 但却遭到来自王立新的嘲笑 说 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 你没看过他许凯的密室大逃脱 此话一出顿时全场爆笑 许凯也害羞地低下头 忍不住名嘴偷笑 还小声嘀咕道 没想到你们看过这个 比起许凯的 自爆是 提问 选择面试李雪晴 公司的丁晨星则显得机灵许多 他说 雪晴姐 你是选择和情歌秦霄贤去荒岛求生 还是和我去环球旅行 李雪晴听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求生还是旅行 这个答案显然不需要思考 秦霄贤见状只好剪下面前绳子 幸而得好运眷顾 顺利过关 随后 秦霄贤接力提问 我们俩 你会选择谁和你说早安 丁晨星听吧 立马喊了一句 姐姐早安 那副乖巧可爱的样子 惹得众人起哄 秦霄贤则主打一个出其不意 只听他沉声喊道 起床了 起床了 但没想到的是 李雪晴表示就喜欢这样的 组队完成后 考验搭档之间默契的游戏随即开始 整个过程相当精彩 带来报效不断 其中第一轮比拼是 记住我的需求 游戏中两两分队比拼 队员们需先互相配合 通过任务关卡 然后在任务点里 记住相应的需求信息 再根据信息提示 找到对应的人 并一次性说出所有需求及胜出 回答错误则需重新开始 两轮比拼后 会根据各队的完成时间进行排名 率先进行挑战的是 谭松韵、徐凯与王立新、杨迪 在纸亚版游戏环节 要求只能有一人的脚可落地 游戏中 只见徐凯一把将谭松韵抱起 朝着第一个信息点走去 姿态十分轻松 你会期待这一次的 你好星期六特别企划吗